释放不寻常信号 美防长请求遭中方拒绝 这么急迫是因为有重要任务 没兴趣陪美国玩这套把戏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淑君 欢迎收看严淑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释放不寻常信号 美防长请求遭中方拒绝 没兴趣陪美国玩这套把戏 在近日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 五角大楼一份声明表示 中方正式拒绝了美国提出的两国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上会晤的请求 在这之前 包括美国防长奥斯汀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 曾多次抱怨中方拒绝军事沟通 不接电话 呼吁中美双方重启军事机制 在多次炒作 美国军方请求通话遭到中方拒绝之后 美国又开始炒作香格里拉峰会中美防长会晤的消息 美国防长希望和中国防长在香格里拉进行双边会晤 中方一直都没有回应 但是最近五角大楼表示 中方已经直接拒绝了这个请求 还有美国国防官员认为 这样类似的会谈基本上都是最后一刻才敲定 而中方的拒绝释放一种不同寻常的直率信息 简单点来说 就是中国拒绝的太直接 让美国人不习惯了 但其实现实情况是 美国太不了解中国了 对于美国的抱怨 中国外交部的回应是 关于中美两军对话面临困难的原因 美方是清楚的 美方应该立即纠正错误 展现诚意 中美防长对话困难最直接的原因就是 中国的国防部长上了美国的制裁名单 虽然之前拜登在积极峰会上表态 可能会取消制裁 但也只是表态 并没有实际动作 美国想制裁就制裁 想见面就见面 即使取消了制裁 中国防长就一定要见美国防长吗 中美对话困难还有最本质的问题 事实上 中美两军对话中断的转折点 就在去年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台之后 虽然当时美军方声称反对佩洛西窜台 但却为佩洛西窜台形成保驾护航 也是武装台湾的罪魁祸首 随后中国进行了多项反制 其中就包括中断多条中美军事对话机制 从那时候到现在 中美双方就没有进行过接触 对于中美军事接触 美国则显得更为急迫 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要提到美国提出的一个概念 那就是构建互拦关系 字面意思看见了好像是管控风险的机制 但实际上 互的是美国 拦的是中国 也就是美国可以肆意挑衅 然后又通过军事沟通机制 呼吁管控风险 减少误判 简单来说 美国人的逻辑就是 我可以肆意挑衅 但基于大局 还是要管控风险 你不要还手 一方面 美国军方不停地利用台海问题肆意挑战中国核心利益 另一方面 又想要对话沟通 降低风险 这个套路美国弯了很多年 但结果就是美国武装台湾愈发明目张胆 台独愈发嚣张 而美国在第一岛链的军事部署也愈发增强 而所谓的会晤除了构建互拦关系 也是在试探底线好继续挑衅 根本不会有什么实质性进展 美军方之所以紧迫 想要和中国对话 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 如果中美恢复了军事联系 那么美国金融市场就安心了 可以继续挑衅 不用担心爆发冲突震动美国金融市场 20万亿美元可以安心开印了 构想的很好 不过中国没兴趣陪美国玩这套拔序 继续自导自演去吧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